又找到了一个讲真相的讲真话的网站 这里头是怎么说的李世民呢 就是出生那段 为什么他和李源吉和李建成不一样呢 这里是这么写的 李源总是对斗士夫人怀着欣赏和感激之心 没有这位夫人的相助 她的仕途会有很多的艰险 现在我回过头来说说李世民 李源前往隆州上任途中 住在陕西武宫县的一个临时公馆里 这个时候李世民出生了 这是隋朝开皇18年12月 也就是公元599年1月28日 李源的夫人斗士 生而不经很顺利的生下第二个儿子 这个婴孩很特别静悄悄的 从娘胎生出不哭不闹 也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 他家住的那个公馆的门外 有两条龙啊 大龙哈 这共产党我看有一个网站上写的是小龙 小龙呢可是蛇呀 所以你看共产党他就老是使劲地污蔑你的老祖宗 最最辉煌的一个执政的一个皇帝 成功啊成功率啊 民众的爱戴率最高的一个皇帝啊 自己的老祖宗当中 他就是老是忘坏了些 说是小蛇 其实是二龙 两条大龙 三日而去 就这两条龙啊 三天才走 就他降生的时候 就说明 有两条龙在门前 飞腾兮兮 以神奇锐 祥锐 特殊的方式昭告天下 真龙天子降生了 记住啊 真龙天子 不是李建成大哥 而是老二 也不是老老老老老老三和老四 其实李元吉是老四 那个老三是也不是丢了也不是死了 反正是我看有一个电视剧是说的 既养在一个谁家了 那个人拿他当人质就一直没还给他 李元夫妇不胜欣喜 但也顾虑天机泄露 告诫家人保持低调 不向外张扬 更令人惊奇的是 六零三年里 李元调到齐州当赤史时 一个书生来到李元家 自称善于看相 见到四岁的李世民时说 龙凤之戎天日相貌 年二十的时候 必定能祭祀安民 李元听吧 这分明皆是这个二郎 将来会出人头地做皇帝 这话若要传扬出去 岂非招来灭门之祸 李元害怕书生言语泄露 立即派人追杀 书生忽然不知去向 李元相信这位书生是神人 这就是老天爷来告诉他 他爸那么傻不给人起名字 都四岁了还不给人起名字 还打算立长子 傻傻傻的为太子 这是后话 就是说他一直 中国老话都是重视长子 所以说人家就 老天爷就派个人来点话点话 他这傻老爸 有这么个皇帝儿子 四岁了还不识货 李元相信这位书生是神人 因为他追不着 刚出去再追就追不着了 那你说是人还是神呢 所以当时那就是 都信神呢 所以马上就知道这人是神人 这是天神给予他的天机 与斗士夫人商量后 采纳既是安民的意思 为这个孩子取名李世民 李元夫妇在十年前 已经有了一个长子 建成 也就是比李世民大十岁了 自从这个二郎出世之后 夫妇俩特别喜欢 夫人都是善于书画 平日里总是带着二郎 指点他读书写字 期望这个二郎文武双全 长大后 能够真正担负起 济世安民的责任 所以说我们这个协会 就是寻觅一个好的编剧 把这段写出来 你这个所有的写 唐太宗和李世民的电视剧 影视剧 没有一个写他这段 出生的这么重要的信息 你不写 那你怎么能够完整的 告诉世人 这个万事帝王之典范 操长在什么地方 让习近平这些领导人知道 现在的证和册 为什么都不行 都玩不转 全世界玩不转 国内也玩不转 为什么李世民的都能玩得转 要比较 要对照 所以要写出一个真正的正史的李世民 好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唐朝的服装 也是 即兴批驳 这个用原来的面貌是什么样的 我们查到的资料 然后来批驳 影视剧中 低胸漏漏漏漏漁 漏了一半乳房的这种唐 唐朝的侍女服装 是绝对是大错特错的 就是为了迎合现在的共产党的设 他让大家都忘记老祖宗 都忘记谴责和调查 器官活摘和把元凶送上审判台 他为了忘记这些 让大家都忘记这些 就使劲把那个胸脯露在外头 好 我们去看看真正的唐朝的女士的服装 是什么样的 看看这小领口 看看这三脚在哪呢 在这儿呢 这脖子整个都是挡着的 你看看 小三脚 看见没有 小三脚 小三脚 小三脚在这儿 这才是唐朝服装 小三脚 千万别信那个写党电影里头演的 那个大唐情史和那个唐太宗 张峰义演的五妹娘是 范冰冰演的那个 你看那唐朝服装在哪呢 这是女的啊 这这这这这这这在脖子根这都没在这儿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这个也是 给你们放大看 放大看 放大看 在这儿呢 在根在这儿呢 就在笛子笛子的上头 它吹笛子了吗 下的还是一个 里头的衬都在脖子根那儿 这个不是 这是现代人画的 这个绝对不是 没有这么低 前面那几个才是哈 这个也没这么低 这是现代人杜钻的 这是原来是这么低 这是 原来的 哇 你看这是个 心的那个桃子的领 也是在脖子根稍微一丁点 最深最深 这是真是在脖子根 你看它每个人的也不一样 这个是在脖子根下头一丁点 也就是 五公分不到 这个是在脖子根 你说哪有低胸 胸到那 低到那分上的 这个也是小尖领 这是男式的 这是真正的大唐式女图 看看 小尖领 看到没有 领口啊 小尖口 都在这 而且它那个 即便在这三角的 它里头还是有一个衬衣 真正的肉 真正的肉都是到脖子根呢 它不展示胸部这个地方 它是展示远远望去 在宫廷啊 在街上走的时候 它是要飘逸 它体现在整个的 整体美 就是低头和哈腰都露不出肉来 人家是体现这个 然后那个服装的美 刮风的时候飘逸 走路的时候举行盛大仪式的时候 大唐盛世嘛 能显出整体的美 不是靠露肉 露肉都是近距离的想 想摸人家 这个时候就是现在嘛 就是现在 这是唐代宗 唐代宗 唐代宗 严厉本化的有 就是 在波士顿 博物馆 这唐代宗 打天下的时候 哈 你看 它都是远看 一定要飘逸 潇洒 嗯 就是 生智风度 啊 远看 一定要是这个效果 所以 小林口 这个是绝对是当年的 这也小林口 这刚才给大家看了 这都小林口 它就是都是飘逸上 看见没有 它都是重视这个服装的飘逸上 根本还有这些罪 怎么远看美 根本不是体现脖子下头 人都把脖子都给 姿哥想 看到没有 脖子这 看到没有 里头还有个蹭 不漏的 根本就不漏 怎么你也找不到漏的 你看 这个 脖子根呢 还高点呢 漏什么漏啊 这才是真正唐筹的服装 这是你的 你都是 这个 这个像暖的 这都是林口都在脖子根呢 一点都没露 肩膀以下的肉 这也是唐朝的 这个是现代人加了一下 真正当时都是 都是林口都是封着的 封在脖子根下头 这个不是啊 刚才那个不是 这个是当时的 你看那林口 尖尖的到这上头 还有一个衬衣 衬在脖子根下 都挡着呢 给你漏肉 那叫设计者的低率 水平都不行 长朝的少数民族 这是 这是易格园 长廊上的 不是大肠顶盛时期 是李隆基时期 唐玄宗时期 你看那林口 看到没有 这杨贵妃时期 你看那林口 小的都不得了 就仅仅露了个脖根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吧 这才是真正的唐朝的服装 小林口到根 稍微下了一点的三角 那也要有个衬衣在里头 最体现原貌的就这 就这 最体现原貌的 这是历史上的查出来的一个话 揭露一下大陆电视区 虾污蔑 大唐顶盛时期 那是中国文化最顶盛时期 无论是政治军事律法 歌舞还有礼仪 还有汉服都是最顶盛时期 还有如是道 还有这个 海纳百川 有荣乃大 等等等等吧 人意理之信 如是道 大清佛 新佛新道 大清佛是道士 都是那个时期 最昌盛最昌盛最顶盛时期 所以皇帝要想让国民不闹腾 又信服自己 又来到你这里 敬仰你的领导 都不议论 纷纷说你不好 那你就学学唐太宗李世民 这个才是正事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